宇宙线也被称为宇宙射线 是从外太空来的带电粒子 宇宙线的起源是当代天启物理学 最重大的前沿科学问题之一 昨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发布 我国科研人员通过位于四川道成的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在天鹅座恒星形成区 发现了一个巨型超高能 伽马射线炮状结构 并在国际上首次认证了 能量高于1亿亿电子福特的 宇宙线的起源天体 该成果北京时间 昨天以封面文章的形式 在学术期刊《科学通报》上发表 科研人员对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后发现 在银河系天鹅座恒星形成区 有一个巨型超高能伽马射线炮状结构 其直径约为1000光年 炮状结构核心到地球直线距离 大约5000光年 天鹅座这个区域里头 现在有很多大质量的恒星 在那个地方吹出很强烈的腥风来 这样的话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区域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很多 加速宇宙线的条件 那么使得我们在它的周围 看到光子的这样的一个炮状结构 通过对该炮状结构内部的研究 科研人员发现在其中心附近 存在很多大质量的恒星 例如这样一颗蓝色的发光体 就是一颗大质量恒星 其质量可以达到太阳的10倍到100倍 表面温度可达15000到35000摄氏度 体积和亮度更是达到太阳的上万倍 通过分析 科研人员认证 这样的几十颗 甚至上百颗大质量恒星组成的星团 就是宇宙线加速器 也就是宇宙线的起源天体 科研人员称其为星邪 宇宙线原来是不知道在哪里产生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它的产生的源头了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了解 我们整个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起源问题 开启了这样的一个研究 从第一个看到了 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 同时我们的研究也会更加的深入 我们的研究也会更加的